据半岛电视台5月25日报道 澳大利亚突然宣布 本周将关闭驻阿富汗大使馆 表达对喀布尔日益不确定的安全环境的担忧 此前美国决定从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撤军 做的虐太多了 关闭其在喀布尔的大使馆 澳大利亚有一种负罪感 因为他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道德高尚 有可靠证据表明 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战争中 非法杀害了39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囚犯 甚至以所谓的反恐为名滥杀无辜 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和人权 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 这是不人道的 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澳军屠杀平民 发生了一起外交争执 去年11月30日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外交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向澳大利亚道歉 理由是中国发布和伪造了一张漫画 到底是什么漫画 让莫里森如此暴跳如雷 其实漫画的内容一目了然 一名澳大利亚士兵用匕首 抵着一名阿富汗少年的喉咙 这幅漫画是中国知名漫画家乌和麒麟所作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抨击澳大利亚军人的战争罪行时 引用了这幅漫画 过去美国作为澳大利亚的老大哥 曾充当澳大利亚的避难所 而澳大利亚认为它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行事 但是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 在喀布尔的澳军可能成为报复的目标 考虑到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杀戮 堪培拉担心会受到当地人民的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 堪培拉选择关闭其大使馆 并撤出其军事人员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为了尽快走出泥潭 不负责任的选择从阿富汗撤军 留下一片混乱 莫里森今年4月表示 虽然我们的军事贡献将减少 但我们将继续通过我们的双边伙伴关系 并与我们的其他国家协作 支持阿富汗的稳定 然而 当澳大利亚 美国等国的军队 驻扎在阿富汗时 他们给阿富汗带来的不是稳定 而是混乱和动荡 自从澳大利亚2001年 加入北约领导的阿富汗部队以来 已经有25000多名澳大利亚军人 在阿富汗服役 该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自20世纪以来 澳大利亚几乎参与了 美国参与的所有重大冲突 包括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最初是美国 对911恐怖袭击的报复 澳大利亚无一例外的选择加入 然而 随着战争持续20年之久 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私利 而入侵甚至占领一个主权国家 已成为一种不正常的非法行为 在澳大利亚关闭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同时 他也将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批冲事人员 这将使对阿富汗虐待受害者 及其家属的后续赔偿变得更加困难 使澳大利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更加困难 事实上 据卫报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曾在2020年12月写信给莫里森 提醒他澳大利亚有义务赔偿战争罪受害者 如果澳大利亚大使馆关闭 后续赔偿似乎很难协商 从相关视频和照片来看 澳大利亚军队对阿富汗平民 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和杀害 这将使阿富汗人民对澳大利亚极为反感 也将激起伊斯兰世界对澳大利亚做法的强烈不满 澳大利亚在阿富汗和伊斯兰世界 给自己造成了强烈的负面形象 不排除将来会有一些极端势力 对澳大利亚采取报复行动 这种报复将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极大的焦虑 人在做 天在看 别想一走了之 自己作孽犯下的错 迟早都要偿还的 请来订阅一下 请坐订阅一下